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约七千年前 我的家在大河岸边 那里是孕育花夏文明的摇篮 那时候气候温暖湿润 从采集 鱼粒到农耕 从种植树树到梁国酿酒 从养残骚丝纺织到饲养家禽家畜 从魔力古剑十足到烧至精美彩桃 我们在这片黄土地上绵延盛西 水 土 火是大自然的恩赐 我们将三种元素交融整合 创造出各式各样的淘气 并把对世界的理解描摹其间 从形象的万物生灵 到超像的几何图案 我们的审美不断迭代 掀起了史前中国的艺术浪潮 六千年前 我的生命力蓬勃旺盛 以中原地区为核心 从海带至甘青 跨江湘与燕山 凝聚成文化上多元而一体的 早期中国 就像一颗巨大的虫瓣花朵 点亮了华夏文明的 第一缕曙光 从远古走来 我们一路见证天地的波大 与宽广 我们用北斗星明方向 定时辰 便季节 敬畏自然 重视农丧 我们庆祝丰收 用自己酿造的酒 敬天敬地 敬祖先 我们追求秩序 重视集体利益 我们开放包容 主张求同而存益 我 走过漫长的两千年 生长成为分布地域最广 持续时间最长 内涵极其丰富 影响力最深远的史前文化 最终形成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 穿越不朽的时空 我化身那些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 与你相望 我们的容颜 如此相似 我们的脊梁 一样挺直 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 从未终断 一脉相承 同一条河流 那时孕育文明 如今奔永千年 仍是中华民族文化自信的源泉 同一块土地 那时重农侵残 如今多元经济结构 高质量发展 立体丝绸之路 构建开放格局 中华文明 在继承创新中 不断发展 在应时处变中 不断升华 以在自身内部 及同世界文明的交流 互建中 不断壮大 回看走过的路 我们曾经的选择 决定了我们今天 站立的位置 我们今天的选择 决定了我们将要 去向何方 以史为鉴 历久弥新 那一缕 来自七千年前的曙光 汇聚万丈光芒 照亮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